黃毓民議員 李卓人說梁振英厚顏無恥,我覺得是fair comment 至於林大輝,他不可以代表我們 因為如果香港人要消極到看因果報應才懲罰你這個奸賊,就真是太悲哀 我不會稱呼你作特首,也不會叫你梁振英自殺 我會叫你689 因為你只有689票,在小圈子選舉中 689 先生 你的僭建問題,不是單純的僭建問題 而是公開向市民說謊 隱瞞你的僭建問題 直至有傳媒圖文並茂地刊登 你才老老實實承認 你隱瞞潛建這個事實 記不記得這段說話 是你3月份 在特首選舉論壇 對著唐英年說的 記不記得 今天在這個議會裏面 大家問你問題都還要在僭建的事實 處理的情況都是廢話 你是一個 說謊,沒有誠信,品格很卑下的人 黃毓民議員 請你停止法治議論 主席,我現在問問題 你稍安無措 我的問題是 你懂得繁體字 你不只懂得正體字 你不只懂得殘體字 你不只懂得殘體字 這個醜字是多少說 正體 主席,答我 主席,答我醜字是多少說 當然不知道 當然不知道 他不懂這個醜字怎麼寫 黃毓民議員 我現在的問題是 作為 一個 小圈子產生的所謂行政長官 你控制幾萬億的財政儲備和外匯基金 統領十幾萬的工務 黃毓民議員 提出你的答案 你 的人格這麼卑下 你連醜字搶寫 你都不知道 你還不立即鞠躬下袋 請他立即下袋 幫我選擇 全香港市民的意思 王毓民議員 王毓民議員 你坐下 王毓民議員 鄧敬長官請你回答 主席 我不是很清楚問題是甚麼 但是我再 王毓民議員 你坐下 你會不會立即下台 我剛才 我剛才 就整件 潛建的事 那個來龍去脈 由九九年到最近 這十幾年 的相關細節 都已經具體向大家交代 我亦都說 在買樓 和在… 我的問題是 他做了這麼多醜事 人格這麼卑下 還有甚麼顏面 去管治香港 是否應該立即下台 王毓民議員 你坐下 王毓民議員 我已經給了充分的機會 你表達你的意見了 你不要再起來 插畫 否則 我認為你是違反議事規則 我要求你離開 所以你不要再起來插畫 哪個議員在這裡 哪個議員 立即停止 立即停止 陳偉業議員 你立即離開會議 陳偉業議員 我命令你立即離開 王毓民議員 立即離開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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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毓民議員 你立即關掉你的錄音裝置 離開會議廳 立即離開會議廳 立即離開會議廳 陳偉業議員 黃毓民議員 陳威夷議員立即離開 黃毓民議員立即離開 陳威夷議員立即離開 黃毓民議員立即離開 陳威夷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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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威夷議員